大家好,又是我大鸭膽 跟大家說一說明天11月29日快活谷,夜馬的深水 有幾場馬跑完就可以跟大家推介一下 第一場就推介這隻7號的四小福 這隻馬上季未轉馬房的時候已經減夠分,下了五班 今季轉了羅富泉 11月11日就跑了一場熱身的初出 已經跑過第四了 這隻馬上分到30分,回到前季 第一場在鄭俊偉贏的時候32分的水位 分數非常有利 這場繼續用羅里亞轉菊草 雖然菊草沒贏過,但這分怎麼跑都應該贏 一定是交代了這些轉馬房的 新加盟羅富全馬房的馬 是個二檔 A跑道,中後上馬就很好跑 羅里亞到時候 看他怎麼炒上來,3.8倍 其他有些 配搭都更換了 滿貫中環本身是潘頓騎換了莫雷拉 電信大炮也是換了潘頓 換了潘頓騎換了 真是不要選這麼多 選一些正頭正陋的羅富全馬房的特羅里亞 這隻應該可以的 這隻 第四場 有隻冷一點點的雷神騎 聖在王 這隻聖在王配雷順其實是特別好的 十足十那隻 寬樂形形的 他用潘頓這隻 配出莫雷拉一落五班就要咬 上季一落五班不用手影 立即6.1倍就搞定 這次已經是減夠分,跑泥地千四那些不是路了 季初跑那些全部都是熱身性質 這次減夠分落班 轉菊草換個雷神 隔夜有20倍 我相信明天應該不會的 落花點票 十一檔也不怕 五班非常有份量 縱使排在外擋沒所謂 A跑道拍到過來就搞定了 雷神 配這隻馬就非常準成 有分頭千萬不要放過 第七場去到12米 現在暫時大熱就是荒仔 扎羅里亞公正福將 上次其實就吃到應了 荒仔 跑到長沙田馬上轉菊草 炸了 冷冷的 9.3倍 這次大熱了 加到榜頭133 有些疑點 2.2倍 上次吃到飽 這場就有一隻 又是冷冷的馬 要跟大家說說 是有心人 這隻馬又是 轉了馬房 上季中的時候 去到霍勵時 今個季直也是減分 跑了兩場泥地 完全沒東西看 減到70分 已經去回贏馬時候的水位了 又是 這次終於轉回草地了 今天賽前也做了火大閘 加強這個準備 試得也不差 回來也有個第三的 這隻馬師閘 一向都不是很前的 這次有個第三 這樣 休息 跑了兩場泥地 熱好身 做多火閘 這次草地爬過內檔 有些東西看的了 可能四檔 用陽明倫 格馬15倍 在這個大熱不穩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看有心人的 配腳可以留意 二又開心又理 這隻馬三班 絕對夠清了 用了潘明輝 前將都已經入位了 在谷草二檔 這次排個漂亮檔 繼續可以留意 因為這隻1號太熱了 一定要留意有分頭的馬 接著到第八場 今天推薦1號的勝利仔 其實上次已經做了備忘了 上次的影片說明 潘明輝好像入直路 失魂魚 找不到位置 跟著馬尾 跟著那些人完全走路過終點 整條直路沒有騎過 可以看我的備忘片就知道了 這次換回 拍寶 不減磅了 整個大師傅 相信幕後上次不太狂了 兩個星期 匆匆再出 跳兩課 跑回正中路 呈千百米 希望這次不要塞車了 入直路 排個二檔拍寶 有9.2倍 非常之好分了 希望 以上的心水可以幫到大家明天 贏多些 看看跑完有沒有事要和大家分享 就這樣